我肯定你不能再離開房子 沒有人認識你 你從這系列出的最大的生活改變 被媒體詢問是否感受到人氣飆升 韓國營地李正載因魷魚遊戲洪返全世界 但美國媒體似乎對他不太了解 當李正載回答在美國確實人氣有很大改變 但翻譯卻翻成在美國也是 讓不少網友大探 翻譯沒有翻出原話真正韓義 因為在韓國李正載早已是家喻戶曉的大明星 參與地表最強老爸連尼迅統代標系 共同參與改編自真實韓戰的韓美合作電影 李正載的演藝成績不止如此 27歲就曾以電影《沒有太陽》奪下青龍獎男主角獎 成為韓國史上最年輕影帝 之後還出演過《暗黑新世界》《觀像》《暗殺》等等 獲得許多獎項的殖民電影 也曾參與過高人氣電影《與生同行》 李正載不知名氣響亮 就連黛玉也是一線等級 由於遊戲9集片酬就高達新台幣7000萬元 是李偷片酬最高的演員 由此可知李正載並非在拍《由於影集後才紅》 現年48歲的他在韓國 則已是兼具實力與人氣的巨星 TVBS新聞黃瓜外照配與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